肇事的黑色休旅车先撞上路边一台红色的路边停车和五台机车之后 最后再把这台银色的路边停车车尾给撞烂 休旅车又翻覆才停了下来 他是从那边碰过来啊 碰过来就撞到了这样啊 你是听到声音载出来 对啊 我在睡觉听到声音载下来的 他在里面我们还帮他打个布里再拉他出来啊 凌晨两点半的这一桩剧烈的碰撞声 让附近的民众全部下行跑出来看 碰的一声啊 我就从那个铁门那边看啊 看我女儿的车子没什么事 我就想说应该是没事 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边叫了 肇事的休旅车驾驶还卡在车上动弹不得 救护车到场之后将昏迷的驾驶给拉出来送一急救 车祸的地址是在台东市太平区的永丰路上 黑色休旅车一次车速太快才会失控 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 虽然协助救人的民众也闻到车上有酒味 但是驾驶陷入昏迷没有办法酒测 将由辖区的交通分队 深入调查车祸的发生原因 民事请问曾金山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